由著十股幾個團專心製作的節目 道特別看待跟母團少林母帥的合作 這張結合到母帥、母學跟母家演出 更設立全台灣最大 等到十八米的太極可以回到一個舞台 可以說是創團以來最新大的公演 只有十七和、十八和將會在議宅進行演出 有興趣的民眾不同到前往觀眾 第一集合作一載緊張的下門口 十股幾個團已起世十九的故事 為專心製作細部到著選團 這齣會根據盡量最大的團 並且跟肢體音符舞團少林長全門立行總管合作 結合母帥、母學、母學 是十股幾個團從團以來最新大的一齣公演 很不容易啊 因為三團是跨領域的合作 然後三團所有的這一些表演者 必須要一起把三樣的藝術全部集結在身上 那更不容易 所以其實這場演出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那我們這次是負責天地人當中的地 也是代表一個能量的匯集 所以我們就找出我們舞館裡面最優秀的選手 曾經得過各級比賽的冠軍選手 並且邀請了三位國手 就曾經參加過東亞運、亞運、世界杯、亞多杯 都有奪牌的徐凱貴選手 這次最特別的就是在四大運獲得金牌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環境劇場 把這個義載金城變成是一個能保 變成四項的能保 那希望它能夠藉由這樣從零、二、四、六、八到零極限的一個能量釋放跟分裂式的演出 把台南的這個義載金城 它的這樣的一個道德哲學跟道德這樣智慧 能夠跟我們現場的嘉賓來做一個分享 十股集約團集出 這場表演特別設計後全台灣最大的十八米的太極部隊 並且在一載金城的沙門為天台的背景 人保釋是紅炮台為宿上 觀眾是會成功八卦的幾位 打破觀眾對十股的表演影響 到中在十一位十七和十八和在一載金下間出 有興趣的民眾千萬不要錯過 給腳春日文成就生暗屏窟 彩虹伯德